西双版纳的五星酒店长啥样 来西双版纳住什么酒店呢 今天马克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一个选择是什么 第一次来到西双版纳这边之前 当然马克也去看了很多选择去对比了 然后最后还是选择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 至少从我目前看到的 今天我带你们观一下带你们看一下 马克选择的西莱顿酒店 在西双版纳这边算是评价最高的酒店之一 马克就选择了体验一下 今天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做一个评价 我觉得我已经在这了 所以说咱们就干净的开始今天的分享 可以和我说话吗 你跪着下班 可以啊 好的好的 走快一点嘛 快一点 喜欢我 选择给我拍照 我再拍再拍 朋友们我在体验一个新的东西 一个新的服务 这个酒店有一个机器人带我去我的房间里面 他好厉害呀 他还可以跟我怼话 跟我互动 然后他也非常客气 有才不是够吃的 我肯定是全场最佳 好 是不是马上就到了 导入 哦 好 不知道下个楼层合作搞点案 我们到了 感谢使用 好 谢谢你 完成 我走了 拜拜 然后到房间了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无心计酒店的房间 长什么样子 这边就是进去 国道 然后 这边是 Maki 然后这边是床 很大 这个房间真的很大房 然后有一个巨大的阳台 哇 这边坐着 喝个啤酒 多好 然后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风景 对面还可以看到 寺庙 然后还有一个巨大的洗手间 有一个雨室 看着非常豪华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马铁 嗨 然后这边有一个洗澡的地方 待会就要用了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似你的上厕所的地方 国家 朋友们 房间现在看完了 我想 这个酒店还有很多很多好的东西 现在咱们先去体验一下 因为这边还有一个游泳室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时间了 太阳可能快要没了 所以我们抓紧这个机会 再去好好游泳一下 走吧 现在来到游泳室里面了 这边就是室内的 但是马铁当然要去室外的 所以还要继续往前走一下 哇 这太舒服了吧 还有这种小池子 出去 找室外的 走 还是有 这吧 哇 好安静 好娘也 人都没有 大家都在哪儿啊 就两个人 太好了 躺下来了 太舒服了 西刷班纳的气温和天气 完美 真的是太好了 刚才已经有了 凉圈了 太爽了 然后我的背后 可以看到我刚刚 喝咖啡的几个地方 哇 好舒服啊 喝完下午咖啡 出来 游泳一下 然后 待会还要去尝试一下 这个酒店 西来东酒店的健身房 这里是游泳池 然后这边是酒店 让你们看 这个后面 就直接是农场 田园 大自然 现在在这边有的 休息的 差不多了 现在到时间了 该回去 该进去了 然后咱们去试一下 这个酒店 西来东酒店 的健身房 好不好 哇 哇 本来 这儿 还有吻圈呢 这也太厉害了吧 39度 哇 这个 晚上的时候再来 哈哈 现在 已经是晚上的时间了 现在该去试一下健身房了 现在还在找 已经走了十分钟了 这个酒店真的有点大 可能 哦 找到了 健身中心 走嘛 健身中心来了 这有一个 休息区 然后这边 可以锻炼 马克油来了 这个有 脸胸 脸肩 跑步技 还有自行车 划船 脸腿 脸背 啥子都有 哈 我的朋友们 不错 非常不错 西来顿酒店 的这个 健身房 还是可以 它的东西也不少 跟其他的酒店 对比的话 这边的东西 还是有点多 可以 有一个很好的 锻炼 现在 马克也要练一下 胸 和 手 稍微 运动一下 现在已经锻炼完了 回到房间了 洗了个澡 现在干干净净的 舒舒服服的 然后已经 到晚上的时候了 现在马克又 准备出去刷 看一下 晚上的时候 西窗完了 有啥子好刷的地方 然后这个酒店 的情况 咱们明天早上 再来做 明天早上 吃饭的时候 吃早餐的时候 我们再见 Good morning 我的朋友们 马克睡得非常好 现在是 早上八点过了 现在 该去 吃早餐了 咱们一起 来看一下 西来顿酒店 的早餐 好不好啊 好 好 好 蛋糕和面包开始了 然后这边有一些 甜品 这边有下座的 银馅 哇 看这就很新鲜 这边有中 还有一些银馅 银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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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炒饭 炒面 素材 酱银馅 配饭 哇 这边还有 这边还有 啥 鸡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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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 配料 这边还有 红薯 芋头 还有宝贝 这边看到 银馅 拿着一个 蛋圈 然后已经拿了 这个鱼 芋头 还有素材 这边 这个是 盐买粥 当然还有咖啡 我感觉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还有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 真的太厉害了 这边还有 现做的果汁 芹瓜 还有哈密瓜 然后 这边 还有果汁 还有沙拉 哇 太多太多 咖啡 这边还有这个 很好吃的木瓜 沙拉 香餐 牛腿 奶包 还有很多很多 素菇 先喝咖啡了 我对西来顿族的 早餐 真的非常安逸 因为它什么都有 啥都有 现在吃完早餐了 非常满意 在房间里面休息了一下 然后现在已经要说再见了 已经要离开了 然后马凯和这个 西来等的酒店 非常满意 我觉得来西双巴拿的朋友们 你们也可以考虑 在这个酒店里面住 房间和设备 你们都看到了 非常不错 非常干净 非常舒服 有游泳室 有健身 有孩子 可以玩的地方 啥子都有 服务员 也非常热情 态度 很好 然后早餐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所有的人 都有一个核实的东西 反正这一次 马凯的选择 是好的 是正确的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酒店还不错 马凯分享的这个视频 也比较有用 那非常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点赞 你们的关注 你们的专法 谢谢朋友们 今天的这一期分享 又要结束了 现在已经快到中国的时间了 马凯要离开了 然后继续在西双巴拿这边刷 去找一些好刷的地方 所以说 如果你们想看一下 马凯还要去哪里算 那我建议你们 在下一期视频 又过来看一下